安波篮球快逊,本周二晚上,CBA将上演一场山西猛龙对阵浙江熊狮的比赛。浙江熊狮不但经济整体表现稍逊一筹,而且目前队内严重人手不足,浙江熊狮金仗不宜过分高估。 虽然山西猛龙上仗常规赛90比99不敌青岛雄鹰,但是却并非没有亮点可言,在本土双和元帅与张宁休战的情况下,常灵轰下22加11加8的准三双数据,他携手K,费特组成双枪,成为山西猛龙追分的箭头人物。 上仗失利后,山西猛龙遭遇两连败,球队急需一场胜利以振军心。 利好的是,山西猛龙经济的整体发挥还是相当不俗的,前13场常规赛,他们取胜9场,并且军场能够得到多达106分,此番与近况同样位如理想的浙江熊狮过招,不妨看好山西猛龙迎波指推。 浙江熊狮经济整体表现相当一般,目前14场常规赛打完止路的七胜七负的平庸战绩,与此前赛季的风光相比,球队明显下滑,一个档次。 当然,浙江熊狮也有难言之隐,受到疫情影响,队中多名球员不能上阵,以上仗与上海大鲨鱼一意为力,浙江熊狮只有八名球员能够出战,而且雪上加霜的是,连主教练王博都无法在场边执教,只能让助教顶踢指挥。 在这种情况下,浙江熊狮输波也在所难免。即使失忆或者有球员能够付出救火,但在训练不足等情况下,球员还能发挥多少水准确实不好说。 阵容方面,前锋胡金秋因伤缺阵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